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到欢迎科技 欢迎欢迎各位 好久没有这样的牵着手指出来了 对对对对 每次我们就各走各的 我觉得特别有尊贵的感觉 对 你想去哪里 而且你抹了护手霜了 对对对 黏护肤的感觉 我还做了美甲了 真的 我说实话 因为你现在给我们的印象 都已经是一个企业家了 现在作为女企业家 一般人都会用什么词来形容你 女强人啊 铁娘子啊 什么强人所难的女人啊 对啊 她们叫你强人 莫仇啊 或者说秘诀啊 但你知道我对不对 对对对 是 那你要给我介绍 跟我一样的人认识吗 这个人跟你不一样 你如果是一个铁娘子的话 她也是个金娘子 其实你说的这个词啊 金娘子我第一次听说 不过我觉得用在她身上挺合适的 对 因为你想她的老公都管她叫老师 对 而且她老公拍戏要不用她呢 就没票房 不不不不 这有一句说句 她老公都每一部戏都有票房 对 但她是一个福将 那她老公要用了 她以后就更有票房 锦商添花 是 她老公名字里有个钢 所以她们两个在一起 真的是金钢 钢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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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俩呢 咱俩分凝土 分凝土 分凝土分凝土 那今天那个大家知道了 如果说老公名字里有钢 老婆是金娘子 这在演艺圈真的不太多 而且呢11月份 她主演的电影 很大的一个电影 大片 很大的一个大片电影 就要上映了 希望大家来支持 这部电影叫什么 1942 1942 那我们请剧中的主演 有请徐发 有请 张又婷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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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觉得我们特别像黑三角 对对对 你好 那个我们先把奖金送给西凯老师 好吗 谢谢 大家好 谢谢大家 谢谢 然后那个我还是要很俗地说一声 大家会去看1942吗 冯小刚导演 练影会吗 对 什么时候上几号也定了吗 现在 应该是11月29号 现在就开始把钱存起来了 不要浪货 对 因为非常感谢徐帆老师 应该是第二次 对 到超级访问 对对 每次来都有新作品 好 好 我们欢迎徐帆老师 找我们的黑业伙子 好 欢迎 欢迎 你好 徐帆你好 徐帆你好 徐帆再度做客超级访问 她与丈夫冯小刚 即将协力做1942闪耀大银幕 影片拍摄幕后 为何这般苦不堪言 所以这个节眸有的时候 炸吧炸吧这个油就会炸到脏的东西 都在到眼睛里头 我的眼睛就是从那个时候坏了 一直到现在都是在治疗 中猪眼胃系盲减肥 场内场外大吐苦水 我当时一听说巧克力三个字 我就嚎啕大哭 哎 怎么了怎么了 说徐老师您怎么了 我说我也要吃巧克力 她有的时候端吃的时候 还有的时候这样 鸭鸡嘴 喵喵的 我说 我很生气 作为初德厅堂 夏德厨房的贤淑妻子 徐帆会怎样替丈夫冯小刚分担压力 徐帆面对时尚新鲜事 为何会有如此怨言 你还是不会用电脑 我首先 我们都是这么咕噜的 没有这么咕噜的 那不是有那个东西 跟小汽车一样玩具汽车 就是鼠标上有个小圆圈 对对对对 在对女儿的教育上 这对严母慈父 又会有怎样截然不同的举动 那做完作业可以看一下 但是她呢 有的时候超过了时间 我就不让她看了 她会说 爸爸我想看电视 爸爸就说 好啊 没问题啊 上床 看 女儿有点处 带您了解一刚一柔的金娘子徐帆 更多精彩故事 尽在本期超级访问 爹 下叫套皇呀 没有齿的 出门姓齿的 就叫套皇 你让我逃个花呢 把我买了吧 买了花 就是饿死也变买孩子了 冯小刚历经十八年酝酿 九个月筹备拍摄横跨七地 历时135天 耗资2.1亿打造的 2012年全华语最受期待电影巨制 1942 11月29日即将全国公映 演艺界众多大牌明星 亲情加盟这部影片 用最粗力的影像风格 最质朴的场景服装设计 呈现在特殊连带里 发生的那段 扶老邪幼逃荒的历史故事 好 欢迎回到超级访问 我们话题呢 就特别有需要落到这个 马上要公映的冯小刚导演作品 叫1942 1942 然后徐帆老师是主演对吧 还有其他的主演吗 有有有 其实我 里面有张国立 陈道明 有李雪剑 还有张寒宇 还有范伟 大腕儿 还有 同演的 女的还有 女的还有王子文 还有那个张默 好多的 张默是男的吧 张默是男的 你们演的都是桃框的 对 所以你们所有人 都是挥不露出的 就是这些天 都是跟难民一样的 在拍这个戏 而且说的全是河南话 是这样吗 对 对 对 因为我觉得你说的那个 灰不溜秋的特兴奋 对 因为我觉得 看起来你们就特别苦 对 都怎么这么兴奋 注意你的情绪 但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正常 因为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之前我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么的苦 我只是觉得难民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难民要难成一个什么样子 明我是知道的 大家一起 但是难成什么样子 其实我自己是没有想到的 包括当时在市装的时候 就是打扮的也是脏脏的那个 但是呢 因为周边的环境都很好 所以就觉得这是个造型 还没有完完全全地进入了这个环境里头 可是一旦真正我们到了这个环境里头 你就觉得跟真的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在有高楼大厦的地方 完全拍不了这样的戏 只能到一些 就是 全部都是很旷的地方 没有 没有一棵树的地方 有穷相僻壤 对 可能它都不是一个城镇 因为它是一个军事训练的地方 人烟稀少 那些地方都是训练坦克的 就在那种地儿一拍拍一天还是很多天 不 我们好多天都在那里拍 所以那个地方可能 你就说演员和群众演员的区别 就是演员有一个帐篷 他就多了一个帐篷 跟其他的也没什么区别 因为帐篷里头 因为我们要化妆啊 这些东西都是要这样子的 所以特别苦 当时我们 我们的 我们所有化妆的时候 化完了之后 要有一点油在上面 完了吹土 吹土是 我的眼睛就是从那个时候坏了 一直到现在都是在治疗 因为 长时间的 我们有五个月吧 在那吹土 吹土就睫毛上 你不可能哪都脏脏的 睫毛上很干净也不可能 所以吹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睫毛有的时候 眨巴眨巴 这个油就会 眨到脏的东西都在到眼睛里头 所以就特别痒 老师看什么东西啊 老师有分泌物 看什么东西都不清楚 后来到医院去 到同仁医院 人家大夫跟我说 说你的这个视网膜太脏了 所以说你到哪去了 怎么就这么脏 因为我工作环境没有办法 谁干那个吹你们的那个人啊 化妆组啊都是这样子 真正的是土吗 油 油 就是有那个粉末 就是那个很深颜色的粉末 粉末还有土 也有土 因为有那些土 撒在头发上都掉下来的 你不小心 所以你们在片场会认识对方吗 因为被吹完了以后 在外面估计是不是 刚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第一眼见人的时候 真的是不认识对方的 大家都跟群演员差不多 因为我们跟群演员差不多的 但是不一样 唯一不一样的 就是群演员有的时候 可能会比我们高兴点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一带入这种 就心里就很自然的很没劲了 没精打采 我刚才看你那个 说的是赫南华是吧 赫南华 对对对 因为我们刚开始 我觉得这一场 我们看到的这个场还算好的 因为那天是晴天 遇上我们那个 就是又有雪 就是又化了 又飘雪的那种交接的那种时候 地上的泥 就是让你抬不起腿来 黏的那种 但是你又要在上面演戏 又要从这边走到那边的时候 你只能靠掌握身体的平衡滑过去 因为你一抬起来 它就会失衡 所以就是这样子 有一场戏 就是冯远征要卖我们的女儿 我跟她抢什么的 那在现场都摔跤的 手经常就插 就站不住了 就插到你里头去了 完了就要说再来一遍吧 就是这样子 为让演员能在外形上心理上 都能最真切地找到影片中 所要表达的饥饿的感觉 导演冯小刚不惜让众多演员 切身体会挨饿 控制体重 我从昨天中午就喝了一碗中 到现在就吃了三个鸡蛋 你已经吃三个鸡蛋 三个鸡蛋 官用了 我今天几蛋也没有吃 苏打鸡蛋要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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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坚决要再 这两天再瘦 我已经 今天称已经65了 就是把这两天稍微的浮动了一点 也给全给架下去 对 全组都在剪皮 全体演员都在剪皮 对啊 是张国立徐帆最不希望我剪皮 因为他们觉得我要再剪 他们更受不了 所以 所以我 我比他们稍好一点 那你 那张国立吃饭 他们怎么会剪 不吃 真的不吃 就是饿着 每天吃一点青菜 每天吃一点粥 那逢早陪着你一块不吃 他得吃 他不吃 他不吃 他体力上跟不住 他得倒戏 他们吃饭哪里喊 还缠完 对 他们 一般的是吃完饭以后 在餐厅开会 所以这是对演员来说 最重处的一件 这组的所有演员都得 老人难民的方 怎么不找我啊 没有 我觉得冯导这点做的 就不厚道 怎么了 就是你们开会开会了 为什么要在餐厅里开会呢 因为餐厅里够大呀 只有餐厅里大 但餐厅有的饭味熏着多饿呀 不是 是 但是我们这个剧组的饭挺好吃的 就是因为很好吃 所以我们才特别难 每回张国立 我们在帐篷里的时候 一端上来好几保温箱的 一打开 张国立一到这个时候就出去了 那我呢有的时候也不行 我说那我蘸一点吃的 哪怕尝尝这咸淡味吧 我要筋一点 因为我有低血糖 所以我要太饿了吧 晕过去影响工作也不好 所以我就会在这里 稍微地尝点味儿 反正那我觉得文 也是让我享受一会儿的 我觉得我高兴一会儿算一会儿 有没有拍这个戏 不需要减肥的人 不需要有啊 就是那个 就是他们国民党那一瓶的 刚才不需要讲明眼的 真的 范伟不用减肥 范伟不用减肥 因为他演的是一个火夫 所以就可以 但是因为有的时候会减着 因为有的是在 就是灾民有的会瘦 但是瘦的瘦到一定的程度 因为他吃树皮的这些东西 它会让人肿 就会它会啪起来 是另外一种感觉 所以也有的 有的人是瘦 有的人是啪 也都合适了 但是我觉得远征的减肥 它适量的 但是我们很生她的气 确实很生她的气 因为远征很占便宜 她的脸是瘦长的 她不用剪都很显瘦了 而且拍出来那个 她的脸上有轮廓 拍出来是瘦长的扁的 所以我们一看到她的时候 她有的时候端吃的时候 还有的时候这样叭唧嘴 喵喵 很生气 但是我觉得大家在一块 还是很可爱 很可爱 因为我们拍这个戏 导演是觉得 我们基本上都是按照 这个逃荒的那个时间顺序 去拍摄的 所以就是人在一开始逃荒的时候 还不至于那么瘦 但是在逃着逃着逃着的时候 就会慢慢越来越瘦 所以导演就会要求我们 就你们演员在这种过程中要 一个是化妆是重要 但是真正地让她消瘦的话 有的时候那种感觉 她的那种气力演戏的感觉 也都是化不出来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演员也都挺自觉地 觉得导演说的这个要求是对的 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从一开始还好一点 到稍微到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减肥了 越拍越瘦 越拍越瘦 减肥 减肥 就这个减肥的 我就减这一次肥 我就觉得我永远都不要减 我觉得我这是第一次减肥 以后也再也不要减肥了 你减了多少斤 我减了8斤 但是这是在我的 她有啥可减的 你本身就是瘦 我本身就有100斤 再减8斤就92斤 所以92斤的时候 我的人都 我要保持还能工作 但是要再往下减的话 我就 就每天都这种摇头的动作 不敢多了 你想吧 她那么瘦 然后迅速减肥 而且在那种雨加雪拍 把人拍精神崩溃了 因为你体力包括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精神崩溃 就是那种情绪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 就是我们当时剪的时候 就张国丽比我更厉害 她剪了大概有18斤还是19斤 所以她每天就跟我说 你看看你摸摸我这全成板了 但是为什么脸上 因为我和张国丽两个人都特别吃亏 因为我们脸上没有轮廓 我说张国丽也不是特别硬眼 但是身上瘦得很厉害 张国丽就跟我说 你摸摸我这就成泪衩子了 她说 可是我的脸还是不觉得很瘦 我说我很理解你 你天天让我摸 可是我不能天天让你摸呀 张国丽她不吃饭吗 她不吃 她特别有毅力 所以有一天 张国丽在拍到要上城墙 上城墙就是上到那上头去看 所以那天拍的时候就要她上 她第一次上去了 完了之后再下来说要开拍 又在上的时候她说不行 她说停一下 她说谁有巧克力呀 能给我一块吗 因为我们在现场拍戏 下了车要走很远一段地方 才能到拍摄现场 因为我们的车不能离现场太近 这样拍出来了就不行 所以大家就是东西 穿得很多 东西就背得少 那一天呢 大家可能吃的东西也没带什么 所以就给了她一块巧克力 可是我当时一听说巧克力三个字 我就嚎啕大哭 完了之后旁边的猪手啊 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 都觉得说 哎 怎么了 怎么了 说徐老师您怎么了 我说我也要吃巧克力 我就是觉得 为什么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反正多大的事 不就一块抢个力吗 是 可是好好旁边 就大家说 哎呀 我今天都没带 可是旁边的呢 旁边那个我们那个录音师 录音师就说 徐老师特别对不起 他说我呀身上有一块撒鸡马 但是做扁了 说不行吗 哦 那块撒鸡马 我觉得这只要能让我入口 是块石我都咽了 是吧 我就觉得行行行 我就打开 那个塑料杖 还没打开 还没完全打开 我就觉得可以吃了 我就赶紧地塞到嘴里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瞬间好幸福啊 我就那时候在一边嚼 那个眼泪 劈里啪的劈里啪的 往下跌掉 真的 我就是通过拍完这个戏以后 我觉得我好 我现在说 可能大家都有一点不相信 可是大家看完以后 会有这种感觉 尤其是我在 就是身临其境 就是觉得在这个环境里头 去工作的时候 我工作完了之后 我觉得 哎呀 太好了 有吃的太好了 没有什么比这个再幸福的 我为什么要跟自己较劲 要去减肥呀 在这地儿待了多久呀 待五个月 那上厕所什么都怎么办呢 上厕所的时候 上厕所的时候 没有厕所呀 就这一点 冯导演这一点 是对大家挺好的 也让你们有尊严的拍照 对对对对 去租的那个移动厕所 有男女分开 所以大家可能到了再远的地方 就差一点的时候 就可能挖坑啊什么的 这个 因为你想没有那个遮挡 对 我跟你说 不是说没遮挡 我刚看到那个大场面 那个群众演员 一上来就几千个人 这你要找个洗手间 真的很难 对 特别难 因为那地方也有的很偏的地方 作为初德厅堂 夏德厨房的贤淑妻子 徐帆会怎样替丈夫冯小刚 分担压力 你无时无刻的去照顾一个人 这个人会很 觉得很难受 你的意思就是牛郎之女 一年见一天 老公在犯虫呢 回过头看老婆 在跳江南时代 身为人妇 冯小刚对小女儿 到底有多溺爱 你什么时候回呀 他爸爸说 再有一会儿吧 他说十分钟 他爸爸想的没想就说 好 一会儿又回来 他说我在那儿 还跟人砍文学呢 还装文学青年呢 结果他一说十分钟 我撂下电话就走了 在对女儿的教育上 这对严母慈父 又会有怎样截然不同的举动 完了做完作业可以看一下 但是他呢 有的时候超过了时间 我就不让他看了 他会说 爸爸 我想看电视 爸爸就说 好啊 没问题啊 上房 看 女儿有点处 带您了解一刚一柔的金娘子徐帆 更多精彩故事 尽在本期超级访问 你开始喝百分百果汁了吗 会员百分百纯果汁 一口一个真水果 纯水果 无添加 你开始喝了吗 爱健康 从会员百分百分百 欢迎来到金家美丽王国 给脸做瑜伽 我刚发现一个事儿挺逗的 那个冯导教您是徐老师 你刚才说冯导演 你们两个就相互之间 平时生活中也怎么称过 我们偏日生活中间没有什么固定的 想一出是一出 小刚啊 想叫什么就叫什么 因为我觉得固定的多没劲呢 没有创意 下面呢我们要问到一个比较严苛的问题了 对于徐老师在戏里的表演 冯老师怎么看呢 我想冯老师应该是很满意的吧 对 这么不谦虚 我们采访到冯老师了 好 要听听看她的怎么说 可以可以 冯老师了 听听冯小高导演怎么说 对 20年前想拍这戏的时候 习惯那时候 这是我的一个演画制的人心 是吗 这么多年过去 我 我不想把这个角色给这个 我还是给徐帆留了 帆子她最大的优点就是 她在演一个角色的时候 她特别的全情投入 人戏不分 帆子是很性情的一个 她真是这个 很容易被这样的一种 感情打 她击中 然后她就是 我说这次咱不哭 哎 其实有的时候 她想爆发 她有能量 她爆发力也非常强 她说我 我不管你怎么说 你们怎么说 什么表演的高级啊低级啊 她说我从来不去想这个 我就觉得这个人当妈的 俩孩子我把自个儿卖了 从死天国以后再见黄了 我觉得我怎么可能 我这么麻木的离开孩子 我这么冷静的 我说你试一次 你大人大地震 那个东西 那个能量释放 打动了那么多人 我说你不要再重复一次 你试一次 你换一个方式 其实达到效果是一样的 当然现在这个表演出来了 我觉得挺好 也照样会打动人 所以我对帆子的表演 我也是 这一次我觉得 是值得她收藏的一个角色 跟她一帮演的角色 都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 一个电影能够抓住观众 也需要 就是观众能够 给剧中的人物 一极大的同情 分的表演 我希望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特别羡慕你们俩 又是夫妻 然后又能一起去创作 这样一个作品 即便在那个那么 就怎么说 那么艰苦的地方 我觉得你们的脸上 荡漾的一种幸福感 对 我也挺羡慕 这两口的 一个是导演 一个在里面出演女主角 你为什么不想 就充断个别的身份呢 做制片人 我是觉得 每个人他要有自己 能做的事情 因为别的事情我做不了 我真的做不了 这个不是用去谦虚 或者怎么样 因为我可能 可能在表演这个方面 我可以把我的强势 是发挥到极致 发挥到最优势最强 但是别的方面 我处处都是弱势 我为什么要用我的弱 去对强呢 对 你记得那个 我们采访徐帆的时候 她模仿陈小艺吗 陈小艺是可以 泡着脚打着毛衣 听着英语 对吧 对 然后门口有人说 来电话 然后电话想 水开了 水开了 但是我在这里面 你演的这个花枝 这个角色的同时 你会想到 这个导演是我老公 我要去照顾一下他生活 你会吗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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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不会 我就不这个角色了 那个人跟我没关系了 对 因为 因为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 我们在 我们在开工之前 就所有的事情 我在开工之前 他除了这个我们住宿的 大门上到车的那之前 我都把事情做完了 所以到了现场 我不用管他 他有人管 但是到说停了 晚上往住宿的地方回 回来以后 又接手了 再接手 我就是说这样子的话 我做工作的时候 也会轻松 他也会轻松 我就觉得 你无时无刻地 去照顾一个人 这个人会很 觉得很难受 这两个人之间 不能老在一起 他这太聪明了 你的意思就是 牛郎之女 一年见一天 不是见的问题 你不能三分钟 关心他一次 我告诉你 男的一开始头告诉你 你饿吗 你冷的 你对媳妇真好 你每天这样 就烦不烦呀 对对对 我就把握节奏 三个月 当时觉得他怎么不问我 那时候问一次 是 这个对吧 对对对 一年问四次是吧 他几天问四次 能拍这样一个戏 那么多的大外星明星 要投入那么大的资金 那冯导他遭受压力的时候 你会去帮他分担些什么呢 对 换句话来讲 戴军这问题 他是个就是 他压力很大 非常大 他的压力非常大 因为好多的东西吧 他是不能不管的 因为可能他要管的这事情的 所有的节奏都会短 时间都会短一点 所以这样子的话会节约时间 所以他要是那不能不管 要是管了以后呢 就会有压力嘛 好 准备 开始 准备 将近20年前看了真云的这个小说 《温古1942》 对我触动非常大 拍起来也很咬牙 就艰苦 现在已经走不过去了 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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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的复杂程度 包括付出的体力 都非常非常大 刚拴住安全是第一的 好 再拍一条 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这边非常好 冯小刚用他的执着坚持和努力 将别人眼中的众多不可能 变为可能 作为导演 他要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 作为妻子 徐芬用自己独到的方式 一路默默地支持着冯小刚 您会帮他分担什么呢 不给他添麻烦 就是最大的分担 分担最好就是老公 我给你跳一段厌舞吧 他一高兴就忘了 老公在犯虫呢 回国头看老婆在跳 江南时代 我觉得特别好 沈云地 那个冯岛最两年的 就是那个脾气怎么样 好在耳朵冒 以前皮特别 我觉得冯岛特别可爱 就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 冯岛有个外号 啥字 什么呀 小刚炮 小刚炮 作为娱乐圈的知名导演 冯小刚火爆的脾气 和犀利的语言 几乎是世人皆知 性情直率的冯小刚 一有看不惯的事情 他便立马开炮 时常语出惊人 是将语不惊人死不休 进行到底 可作为亲密爱人的徐帆 是否会劝说冯小刚 在言语上有所收敛呢 他的微博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小刚炮 他现在脾气好点了吗 还哪样 其实我觉得 我不觉得他 反正 这都因为不一样 说两句实话 说两句实话 代价是很大 我特别喜欢看他的微博 先是媳妇不让睡觉 哭哭婆心央求 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 少说两句实话行吗 后来那是兄长 如道明声色俱利的质问 你不说实话能死吗 道明 道明兄的一句话 触动了我 他说 你得多大的好 跟我没关系 你倒多大的霉 跟我有关系 说两句真话 竟让家人和朋友 如此不安 我人哉 受伤 往后呢 我嘴里没实话 大家包容啊 这种主气呢 我怎么觉得他说句话 特别有情绪的 对 他是经常会拦不住吗 反正有的时候 遇上一个人太说实话 也是挺着急的 可能要是别人 我也不会招那么大急 就是自己家人 都是盼着他不遭罪嘛 因为有这种遭罪的时候出现 所以就不想他遭罪 可是你知道他说完以后 我们都觉得 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多高兴的 我们说实话大家也很高兴 像我是也是属于那种 看到什么事都会往外说的人 所以戴军没有开微博 我更狠 也不能开 我也没开 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写 你喜欢用这些微博啊 就不用 我的手机 都是很好的手机 但是我只会接听和发展性 微信呢 不会 微信你也不用我 电脑呢 不用 不用 那剧本怎么办 剧本是现在 刚刚会在电脑上看剧本 那也是助手把它弄好了 我只会这样 咕噜咕噜 你会不想学还是咋 你还是不会用电脑 我首先 我们都是这么咕噜的 没有这么咕噜的 那不是有那个东西 跟小汽车一样 完全是用的 就是鼠标上一个小轴 小颜色 对对对 玩的是鼠标 你不是拿着那个平面电脑 自己在 你在剧组里面还带个台式啊 我在剧组 我就是纸做的 就是纸印刷的 你是没兴趣呢 还是就学不会还是 我先是 我 我没兴趣 第二就是我根本就不想学 因为为什么 我觉得我很讲究这个手感 我觉得我看东西 我要是那么看 我没有感觉 我不行 因为如果是剧本的话 首先我剧本的字要这么大 我才能看得见 可以这样 因为有点花了 所以要特别大的字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作为剧本来说的话 我可以在哪一句话下 我做记录 要是电脑 我在那个地方做记录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我在纸上 会天天翻来倒过去 翻过来倒过去 我看完之后 我还可以翻过来再看 电脑有很多其他的用处呢 比如说购物 我好像用不着 我觉得我要是购物 不上现场去购的话 我觉得像人家现在好像说 开的贵宾室啊什么的 好多都把挑好的东西放在那儿 你就在贵宾室里头去选那些的话 我就觉得那有什么劲呢 那还是逛商场嘛 我觉得逛商场就得逛啊 他还比较喜欢实体购物 那你不玩微信吗 就直接现在很多朋友都是 咱们家里一块朋友圈 就聊天什么的 我不聊 这样这样你见过吗 别人这样的说 我见过 但是我觉得这特别像神经病 你比如说一帮人吃饭的时候 现在不都玩微博吗 大家都不说话这样玩 没有一帮人吃饭的时候 先拍菜 上了菜以后说别动 我先拍一张 你受得了他们吗 就是这些人都老在那刷微博 也不吭声大家在一起 对付现在也这样的 我不大受得了这个 我觉得要是那样子的话 我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说 你们弄你们的我先吃吃完了我就走人 身为人妇冯小刚对小女儿到底有多溺爱 你什么时候回啊 他爸爸说再有一会儿吧 他说十分钟 他爸爸想的没想就说好 一会儿一会儿了 他说我在那儿还跟人砍文学呢 还装文学青年呢 结果他一说十分钟我撂下电话就走了 在对女儿的教育上 这对严母慈父又会有怎样截然不同的举动 完了做完作业可以看一下 但是他呢有的时候超过了时间 我就不让他看了 他会说爸爸我想看电视 爸爸就说好啊没问题啊 上房看 女儿有点处啊 带您了解一刚一柔的金娘子徐帆 更多精彩故事尽在本期超级访问 你开始喝百分百果汁了吗 会员百分百纯果汁 一口一个真水果 纯水果不添加 你开始喝了吗 爱健康从会员百分百开始 我的形象可怎么办啊 别担心快拿出手机现在开始改变 数万美妆产品任你挑选 千款流行时装随手可得 百变造型让你万众注目 美丽为你随时送达 你还犹豫什么 赶快行动吧 编辑短信乐风到12114 即可下载乐风手机客户端 我们都改乐风房 如果你觉得 爱就像一杯功夫茶 让人兴奋 又让人觉得有点苦涩的话 那么在冯小刚和徐帆身上 爱情就是甲方乙方 有那么点意思 就不见不散 转眼间 冯小刚和徐帆的婚姻 已经步入第13个年头 两人在默契中 一个迈向中国电影的巅峰 一个始终对丈夫无比信任 是坚定不移 冯岛拍戏接触很多女演员 有担心过吗 有担心 但是后来就不担心了 后来得这么想 你担心也没有用 对吧 你也不能不让她干 对 不是这意思 就是说她不怎么着 人家身往上闯 那你说这怎么办 她跟勇闯夺命倒 你这怎么弄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觉得 后来就觉得 哎呦 反正我们家这是男的 吃亏的不如我们家人 真的 小女儿朵儿的降临 让徐帆和冯小刚 更加体会到幸福的滋味 作为一个妈妈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 什么样脾气性格的人 是一个抱脾气 好脾气 还是一个宠爱孩子的人 我不抱 我对孩子不抱脾气 我有耐心 但是我也会跟她有的时候 厉害一下 因为我觉得作为母亲 你要是一味的不厉害的话 她见不到你这种时候的话 她就等于完全不触你好像也不行 但是我就觉得我的各种情绪 都让孩子见到 这样她会就觉得不觉得很奇怪 是五岁了是吧 七岁了 真可爱啊 我知道的就是说好像 基本上冯小刚导演更腻爱她 对对对 她就敢欺负她爸是吧 对对对 这里面谁我告诉你 他们家就是她能治着冯导 对吧 对对对对 你知道你知道她有一种羡妹的表情 她在你女儿面前有一种那种羡妹的表情 但是就是虽然是这样 但是你就说在电话里跟爸爸说话 嗯嗯不打电话 但是到了晚上会说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 她是我觉得她 因为有了孩子 就是我们两个人都被孩子钉死了 就每个人一到电话说 爸爸上哪儿去了 回不回 她什么时候回 有一次她爸爸跟她打电话 她要睡觉了 我说那你跟爸爸说一句你要睡觉了吧 她说好吧 她跟爸爸打电话 她跟爸爸打电话说 爸爸你今天回不回呀 爸爸说回呀 那你什么时候回呀 她爸爸说再有一会儿吧 她说十分钟 她爸爸想都没想就说好 一会儿就回了 其实她回来以后我就笑她 我说你怎么这么迅速啊 她说我在那儿还跟人砍文学呢 还装文学青年呢 结果她一说十分钟 我撂下电话就走了 我跟你讲 要老婆肯定没用 真的 老婆说十分钟 两小时以后到家不错了 没有 我说这却不是我不是故意的 但有的时候呢 她见着爸爸吧 都是爱搭不理的那种样 弄得爸爸吧 问我说她今天问我了 我说问了 我就说 我说的那些 我说你肯定觉得我是假的是吗 她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她一见到你 跟我说的那个完全不是一个表情 你知道吧 她说我不觉得 我说那就好 你只要相信我说的是真话就好 她这一招很高 很多人都是这样 就是 其实我很喜欢你 但是呢 我又不会让你觉得我对你那么喜欢 那么在乎 这是大的女孩才会有 这么深啊 这很深啊 而且我觉得 其实大人都是因为孩子展示出性格那么 你看冯导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那样的男人啊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看到这样的男人都是被女儿俘裸的 就是他在女儿面前就我看到无一例外 尤其这个圈子的人 他有多敏感的一面 他还能做好艺术作品 所以他特别不一样 你觉得有了孩子以后 小刚导演的什么的性格 让你感觉到是以前没有的 我觉得他有耐心了 就会原来都是急的呀 什么似的 但是现在会有耐心了 你要是说别的小孩 他就说啊挺好挺好挺好就完了 可是在他孩子原来小的时候 不怎么会交流的时候 他也是最大的热情十分钟 但是现在呢 能够能玩 可能玩四十分钟都行 怎么玩 趴地下 刚大马 他跟女儿 他们俩 他女儿爱画画 他们俩就画画 这女儿是很崇拜他爸就是 爸爸画什么像什么 他爸是不是学美术出去 他爸 他跟他爸说那个 有一次画的一个东西 他说妈妈 你看 这是什么 我呢 还要假装说知道 但是确实没看出来 我又说 我说 哎 你画的这个东西还挺好的耶 我说你让爸爸猜 看看爸爸猜不猜得出来好吗 其实我完全看不出来 是是是是 但是他让爸爸猜 爸爸又说 这是一个是一个人敲着二郎腿是吗 他说对了 所以我就是说我天生跟美术是不搭嘎的人 风导对女儿会腻儿吗 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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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的时候比方说看电视的时候 因为我经常会说赶紧洗完了就上房 就是看电视的时候特别少让他看电视 就是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 完了做完作业可以看一下 但是他呢有的时候超过了时间 我就不让他看了 他会说爸爸我想看电视 爸爸就说好啊 没问题啊 就是好啊 看了 就是这样 完了之后但是女儿呢 女儿呢嘴里还在犯电视 因为女儿有点处啊 就是还会说小声嘀咕 妈妈都说不让看电视了 你还让我看 但是呢嘴里就说 人就开始上房就看电视 还这么逗啊 还自演还在找 自己还在演 但是这是我能看出来 他的心里特别犯嘀咕的时候 他会时不长地语出惊人吗 他说的还好了 也都是些家常话 会就是你们一起出去的时候 他会跟人说 我爸妈是大明星会说 他不会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爸爸是导演 他妈妈是演员 但是导演是多大的腕儿他不知道 他不会像蒋文莉的女儿 过去拉着路人说 你看那个蒋文莉 小孩都有那么一段 我女儿好像这方面迟钝一些 他确实是迟钝 那跟你们有关 你们不会去过多地去暗示他 我不我不我不我就随他 我就是随他的多 有的时候呢我只是说在 因为我女儿为什么有的时候 她的睡眠她老是喜欢睡觉 她到现在这么大 她睡12个小时 她要不睡12个小时 她老生困的 所以她是个睡仙 我女儿就说她是睡仙 她自己喜欢睡觉 所以像她这么大孩子 有很多孩子都已经只是睡 10个小时和9个小时了 10个小时对她打不住 所以我就是觉得 你爱睡觉你就睡去吧 我知道那个徐帆后来在做那个M计划 M计划我感觉是mother 的一个字母 跟你做妈妈有关吗 这个计划有关有关 你是想帮助哪些孩子呢 这个M计划 常去的有一个福利院 那个小孩子 他是8岁的时候 把家里的父母带他去玩 完了之后呢就出了车祸 自己就剩下自己了 那么父母都没有了 家里也没有亲戚来找他 所以他也就从8岁一直在福利院 待到18岁该出来了 所以该工作了 但是呢他还不大会适应社会 所以有的时候去跟他聊天啊 这样子的话 他就是因为这个紧张 从8岁的时候开始 10年睡觉不敢关灯 所以这个不敢关灯呢 这样就会给他的睡眠 带来很大的障碍 就是神经会紧张 所以他那个皮肤会 就是就会有神经性的皮炎 但是当时不知道 就觉得痒一片一片的 所以那时候不知道 就给他带去看 但人家就是问他 你睡觉关灯吗 他说不关灯 所以这样子的话 大夫说他是神经性皮炎 所以就让他晚上习惯睡觉 关灯 完了之后呢 就抹一点药 这样子的一点点 给他弄得现在好多了 你会跟他聊天 去跟他聊天 去跟他聊天 这样子你让他把他的想法 他的喜好 就是聊出来 解一下他的这个心结吧 但是我觉得既然做一个计划 而且你作为一个 这么大牌的明星 是有影响力的 如果做成一个 就像我刚才说的基金 做成一个基金会的话 可以帮到更多人 要不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 我只是我提倡的就是 我们个人自己行动 我觉得这些东西 不要强加任何人 就前两天我采访了我的同学 李晶晶 他就去那个儿童之家收养的 一个高位节摊的小孩 是四岁 那个小孩四岁吧 还是几岁 就收养回来了 他就是看 看着看着那孩子 就不愿意回去了 但是你想高位节摊 要对他一辈子负责的 收养了 而且跟他女儿做伴 现在两个 然后他说 妈妈我是哪来的 你说妈妈心里生的 那妹妹呢 妹妹是妈在肚子里生的 但我们都爱你 那期节目 我们那期节目播完以后 特别多人问我 去哪可以去收养那种 就是因为 他应该算是这种高位节摊 其实没什么人愿意收养的 就我的同学 那个演金婚 那个李晶晶 我觉得特别棒 你要说写的文章 我觉得这人真伟大 就发生在我身边 我也不觉得他伟大 但是他跟我说的时候 我也没觉得这事儿 所以我觉得 咱们也别说那高大权 咱们就是 我愿意做什么 就是说 其实爱是不分大小的 对 对 我就是觉得 我就是倡导 你做你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就跟普通的事情是一样的 我提倡的就是 我们个人自己行动 今天的许凡老师 就感觉坐在这儿 特别淡定 特别好的这种状态 现在是不是你特别好的 一种状态的时候 岁数大了 就这么多 不光是吧 我想那样 好像没那个体力了 其实有的时候 我用慢慢慢慢的 这四年又开始 就是觉得这样太好了 就是这样子的话 让人觉得 我可以随心所欲 就是大家适应了 我的这样的处理方式的方法的话 就觉得它就这样 你不觉得新奇 就像我女儿见着 我所有的态度以后 就觉得那就是我妈 就是这样 那再加了一件戏 不会接那么苦的戏了吧 会不会想 我还是高高兴兴的吧 我拍喝水片吧 会吧 其实我觉得就是各种 就是根据剧本而言 我觉得剧本很重要 但我特别期待 小刚再给我们拍那种 我觉得他那个才华 真的是没人比 什么早年大腕什么的 全国人民都补盖 就你没补你就死了 我觉得他那种对生活的那种 黑色幽默啊 无人能及 我是希望 大家对不对 我们还是希望导演 都给我们拍这样的题材 有说嘛 有说嘛 接下来喝水片 还要启动起来 他会的 他会有 他会有 他们的剧本 都做得差不多了 还有每年过年 没有喝水片 就好像少了点什么 而且导演的喝水片 还有很多那个客串的 对吧 你客串过一次好像 没有 从来没找过过 真的啊 下次啊 下次我们那个 需要减肥的时候 一块去 然后也希望大家 支持即将上映的 1942冯小刚导演的作品 谢谢徐帆 谢谢 好爱 来 谢谢 本期幸运观众 将获得由中国会员果汁集团 提供的会员果汁果乐 或果仙美 嘉宾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超级访的 官方微博和嘉宾没微博 我也没微博 可以通过我们 好 官方在乐丰网的 超级访的专区 你们俩怎么都没微博啊 可以通过我们 婚小刚导演的微博 一起跟我们互动一下 好好好 对啊 同时呢我们也祝愿 11月底大家记住啊 1942票房 1942 来来 一起来 成功啊 开完大麦先说 跳房大麦 本期会员果汁超级访 成功 建议成功 好